那部长小的时候听说很爱睡觉 然后呢坐公车都永远都会坐过站 常常都是醒来的时候都是在总站了 你是故意把这些消息放出去 让我们觉得你是学渣这样子是吗 也不能讲个事实是这样子 你到底有多困啊 怎么发生这种 后来我觉得说我有四岁症的可能性 之后还没有被证明而已 我记得好几次我好几次都 其实我初中那时候因为刚好学校比较远 所以坐车子真蛮远的 那时候我们大概高中也要考 所以大家也稍微紧张一点 所以上课时间都比较长 所以每次坐到家 我那时候住在公馆 那等于是那个时候公馆几乎那时候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还有在接下去 现在到公馆几乎是台北的尽头了 所以总站就在那个地方 那所以每一次坐车子一下就睡着了 后来司机 我们那时候还有车长 车长要知道这个小朋友在车上都睡没有关系 就让他睡到 睡久一点到总站里面 到下车的时候才叫起来 他部长年轻时候读书的照片 这个一脸就是去了 没有啦 这看起来就很乖的样子 没有自己讲的啦 不能自己讲啦 部长 你要等别人称赞啦 对对对 这看起来就很乖的样子啦 对 可是部长你怎么会说你大学生活是一片空白 就没有很认真读书啊 你这样叫你的牙医患者情何以堪 对 他们都很放心 没有问题 后来我还是有自学成功 自学成功 OK 好那曾经有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给部长 然后跟 让部长讲说他把他从浑浑噩噩中敲醒 这封信应该是相当重要 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那有时候人生的一句话 有时候都是很八股的一句话嘛 我同学只是写了一封信跟我讲说 你要拿什么东西面对你未来的人生 后来我想想有道理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严肃的认真同学 去关注你的未来 会啊你总是有一些朋友会 会对你投影真正的关心嘛 我觉得他的朋友是想说 为什么这个人这样还可以跟我们穿 就是站在这边排同样的毕业招 凭什么 凭什么他在这里 司徒部长你是哪一个啊 我认不出来 左上 对 左上 哇看起来的确不是好学生的样子 他把他都留得比较长一点 他就只是这样 然后你就突然觉得搞什么 我不能再像平常一样了 我要来努力吗 我那时候我们牙医系要读六年嘛 那我其他是我高中的同学 我高中的同学他们读四年 他们就去兵役了 虽然在兵役里面就说 他们现在要服 你再服兵役吗 他就要毕业了 然后再回想起来说 平常当同学的时候也不好意思讲什么 可是现在在 他那时候在金门当兵役的朋友 他在前线的时候 你就写一封信跟我讲 那也蛮蛮有 就是说冲击力也蛮大的 蛮特别的朋友 等于他当兵当一半写一封信 给之前的同学说 你拿什么面对你的未来 还气给人家 他一方面也可能在想他自己吧 对啊 这应该是在内省的时候 好